你们给我评评理 看我在干啥呢 踩火炉 这不是踩火炉不忘啊 我是用最小的火 不敢点着 就那边脑袋正亮 那个图头男 跟我说包包子老案引火 这家伙 我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 很快就把这火引着了 结果他包子还没包完 告诉我包完了之后还得醒一会 咱们输归正传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这个踩火炉确实是很猛 我用了很久了 我掌握了一个特殊的方法 五分钟保证 用不上五分钟 扫了刚才差不多五分钟吧 没有五分钟 你看我扫了这么诚实的人都说了 我没到五分钟我就给他垫头了 你们要想知道这个炉子的引火的方式 我告诉你 一会把那个替放上 我就给他放到最大火 让你们看看这个柴火炉 他有多猛 蒸出的包子确实好 在这你是不是想问黑不黑锅 我告诉你 用好了不黑锅 我离近点给 哎呀 这个温度太热了 我不能离近给大家拍了 但是你们看他这个气是螺旋在吹的 里边这个火像网一样 我现在是放的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他们包的还没好 我不想浪费这个料 所以我放了很少的这种杂料 让他在这闷着 但是火还支出了一个网 在里边是一个螺旋形状 看到了吗 看看这个包子 现在已经把这个替放上了 我们是蒸了三层吗 这是 4层啊 4层 必须得由柴火猛蒸 再往里加点料 用的就是这个厂家直接给我配送的这种料 特别方便 往这小炉一搁 其实你可以用钳子啊 怕烧手用钳子 我这不怕 往里搁 然后你看 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猛 是因为在这块有一个线 就线插着户外电源呢 他能吹风 有三档可以调 我现在调到最大档 一吹风 他这里边氧气不越足吗 燃烧就越充分 我现在是烧火的老板 咱们坐等这个包子出锅 你看这火多猛 现在我跟你说 烧着彩火了 我还能练功夫呢 你看我这手 123 我来我来 看到了谁是 123 我来啊 123 这样行 行了吗 多天确实是话 冒了气之后再蒸15分钟 大伙我们包子要出锅了 好包子出锅 你看两个男人一起上阵 这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哎呦屏幕都靠滑了 靠手了 不行不行 好先这么结巴来 这个得卖4块钱一个吧 我现在卖4块钱一个吧 多钱给我卖 多谢用啊 看这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把这拿走拿下来 我现在给大家尝尝 看我还吃 脱皮 看里面有馅 太香了 这包子好吃 跟这炉子有很大关系 我吃了啊 不给你们烙了 分钟老万 我们一起房车游遍中国